葵维四年金曲歌王陶哲终于推出新专辑《再见你好吗?》 专辑以告别为主要概念 去年九月份陶哲历经丧腹之痛 他将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写入歌曲 全新造型亮相可为四年之久 陶哲终于又出新专辑 将专辑取名为《再见你好吗?》 我去年也发生很多事情 例如我爸爸离开 那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人是物 我觉得对一个事情跟他说 跟他告别 迎接一个新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都是需要一些时间 需要一些沟通 首播主打歌《勿忘我》 以黑白方式做呈现 记录下陶哲准备演唱会的模样 呼应歌名《勿忘我》 主办单位也送上毕业纪念册 要陶哲写下祝福的话 不过却发现 从小在国外长大的陶哲中文实在不太好 陶哲与自己的歌名 我会唱 我不会写 陶哲与自己父亲陶大伟一项感情很好 却在去年九月经历上腹剧痛 这次专辑中也有一首歌 要献给自己的父亲 写出来了之后 我才感受到这个歌里面 好像有一些东西是跟爸爸有关系的 那是一个也就像我讲 那是在我的潜意词里面 然后他浮现出来了 即管不舍父亲的离开 陶哲说自己在这段时间学会放手 也将这样的心情在自己的专辑中表达出来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 张元亭 台湾台北报道